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一樣來玩一下 瘋狂的酷酷母喔 我們這邊先來輸一下我們的兌換碼 兌換碼在我們左上角的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個兌換碼喔 這個的話是第二個兌換碼 這個是頭框吧 這樣子看起來還蠻酷的OK 接下來來講一下有關於卡牌的一些東西 有玩家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問說 這款遊戲要不要首抽 答案是不用 因為這款遊戲他就是那個塔房的卡牌遊戲嘛 我第一部影片也有講就是有關於暴擊傷害的這個東西 升級任意勇士將會永久提升所有勇士的暴擊傷害喔 所以這邊你只要收藏的越多 我的暴擊傷害的那個傷害率就越來越高 這個就是極少程度的東西喔 接下來來講一下我們開服的這個活動勇士參選一 這個活動你的這個左上角的積分必須要達到500分 你才可以就是參加這個活動喔 那這個活動非常簡單 這邊的話就是直接開放了全牌組 然後我們總共會有五輪讓你來選牌 每一輪的話就是有三張牌可以讓你選 然後你自己湊出五張牌然後跟玩家來PK這樣子 這邊有看到活動規則嘛 開戰之前先進行五輪的三選一 然後作為你的戰鬥陣容喔 然後所有的勇士等級都會為9級 就是公平這樣子 不會因為比方說你可能課金課得比較多 然後你的初始值就比別人好沒有這回事 好然後再來一個是那個第三個 三敗禮場 三次失敗了之後需要花費寶石清空敗場之後才可以參與活動喔 好然後我目前的話這邊是已經贏了五場啦 然後敗場這邊其實我已經有刷掉一次了 算是五勝三敗這樣子 好那我這邊就直接打一場給大家看喔 我這邊一開始我這邊選那個部落教管好了 然後選烈焰頭毛手 這邊選那個部落吹劍手 然後再來是巨像祭司 這個喔 看一下喔輔助 啊糟糕輔助好像有點太多了 好沒關係試試看吧 好我們吹劍的這個兩隻嘛 把它合成 招募官我把它合成了之後可以再招募一名角色喔 就是我目前這一隻 我現在點的這一隻 這個這一隻在滑動的這一隻 吹劍目前等級2 好然後教官目前也是2級 紅毛手目前兩隻了所以觸發了貫穿的效果 好兩隻吹劍 好這邊我們的那個招募官已經有了吼 招募官觸發合成 好就可以再額外召喚一隻喔 好再召喚一隻 三隻了嘛 好兩隻觸發效果 好這邊升級 我有點忘記紫色這隻叫什麼了 好我們這邊這樣子觸發完 他可以直接把對面一隻就是同等級給打掉 好這邊這樣子的話是 三隻所以目前我們紅色的這個同毛手他的效果是沒有的喔 觸發教官 好四隻了 所以四隻的話同毛手有用吼 然後我這邊的話直接把同毛手的那個科技給升上去 所以第一輪還OK吼 同毛手再入戰起來囉 我們這邊直接存到700 同毛手這邊已經滿級了吼 現在暫時的話是可以用同毛手來撐住這樣子 等到我們的錢差不多到1000多2000多的時候 開始再來升其他隻的科技 或者是把同毛手試著把他升高一點喔 如果升高一點的話算是個賭注啦 這邊開始 叫管你等級也太高了吧 好現在五隻了嘛 三隻 再來繼續看一下喔 合成 四隻 一樣招兵吼 一樣是四隻的 看一下要直接怎麼用會比較好 教官這樣直接把他升上去吼 應該 來看一下怎麼用 這樣子把他升上去吼 教官的效果是直接讓角色升階 我一開始這個有按到 12345 這樣是五隻了 123 這樣維持剛好四隻喔嚇死了 四隻才能夠觸發我們那個同毛手他的那個傷害效果跟貫穿效果 好我們這邊一樣撐住了吼 然後對面的話我還真希望那個boss可以 打過去 好boss直接放招了 Boss卡住啦 Boss死掉了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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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目前同毛手這四隻來拚吼 然後我一樣可以繼續用教官 來把他升上去 OK所以教官又在 把另一隻同毛手給升階上去吼 哇 12345 12345 1234 這邊把這個科技升上去 我剛剛在數那個數字就是指我同毛手的那個數量 2階同毛手3階 OK OK在2秒鐘boss就有了吼 不過對面應該直接爆了啦 成功就大概像是這樣子打 這個的話是我們用那個教官的輔助陣容 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是我們的那個部落的那個真目關 好我講中目關沒差啦 這邊的話就是合成的時候可以吹響號角嘛 然後在隨機的位置召喚一名隨機的勇士 好我剛剛 一直沒有講出他的名字 我終於知道他的名字了 我忘記了 巨像祭司這邊他是直接獲得了那個岩石巨像的力量 合成的時候我們可以直接把對方的那個同星數的勇士直接給打掉喔 他這邊的話是直接寫就是所謂的 死騎降低異星 但我覺得他這個這個敘述有點 奇妙奇妙的 如果我合成的話對面只要是那個星數比較低的 或者是同星數的他會直接消失 好然後在第三個部落吹箭手 吹箭手他的攻擊力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那個每隔一段時間你只要一直持續的攻擊 他的攻擊速度會大幅提升喔 然後再來是我剛剛一直在喊的那個數字的烈焰頭毛手 因為頭毛手這邊你必須要把傷害達到偶數 攻擊的才會倍增 並且對投擲路徑上的所有怪物造成傷害喔 等於他的攻擊力是翻倍的而且還是貫穿的喔 然後再來是部落教官 部落教官是可以直接把同星數的角色直接給吃上去 比方說我剛剛不是有1星的嗎 我1星的直接把他灌到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就直接升到2星 那如果教官他是3星的話 就可以直接把對應的角色升到滿街喔 大概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活動的話就是讓大家更了解角色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稍微來玩一下怎麼做搭配 其實運氣成分非常重 因為也有可能你會抽到一些 就是讓你很無顏的東西 然後等到我們最後面的話一樣可以獲得這個寶箱 但這個寶箱好像沒有傳奇的卡 好我這邊先來領一下基本的獎勵 這邊的話都是那個灰階卡 藍階卡跟那個史詩的卡 剩下的話就是讓大家自己來玩吧 因為我也差不多快打完了 只是礙於影片的時間長度 我覺得剛剛那樣的講解大家也都明白了 簡單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Po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